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个视频 我们将在视频中了解如何使用Ansa 在一辆方程式赛车上创建最先进的网格 我们将创建变尺寸的Safety面网格 生成边界层并对剩余部分进行提网格划分 我们还将为轮网创建一个运动参考系 我们将改进网格质量 然后设置OpenForm的求解文件 最后我们将进行求解 这是上一个视频中几何清理完毕的模型 在进行网格划分前 我来做一个简单介绍 在Ansa中有不同的网格划分策略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的目标歪加值是多少 我们的硬件可以处理多少个网格单元 根据经验 Ansa每百万个网格单元使用300兆内存 对于网格的大小 我们应该考虑这一点 Ansa可以进行网格的自动划分和手动划分 然而标准的流程是从手动划分网格开始 了解应该使用的设置 之后我们将使用BenchMesh 这一自动化的网格划分工具 来进行网格的最终划分 在进行网格划分前 我们需要指定好所需要使用的质量标准 质量标准对于每一个求解器都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使用用户脚本按钮中的设置质量标准功能 来进行质量标准的设置 我们将使用OpenForm作为质量标准 来进行计算 这时如果您访问质量标准栏 我们可以看到所选的标准已经被应用 ANSA将根据局部曲率创建一个变尺寸的CFD网格 它将在高曲率的区域细化网格 并在平坦的区域创建更少的网格单元 为了指定最小最大单元长度 我们需要确定模型上将进行适当零散化的最小特征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模型上的这个小一的部分 并进行测量 来看一下它的厚度大小 大概是1.5毫米 所以我们可以从最小长度2毫米 以及最大长度20毫米开始 那么这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直到我们得到正确的设置 那么在理想情况下 我们需要在小一上至少生成两排单元 在ANSA中有一些方法可以强制生成至少两排单元 那么这将在后面进行解释 让我们对模型的一半来进行网格划分 以使我们的整个过程更加的快一些 切换到Mesh菜单 手动网格划分包括两个步骤 首先ANSA将根据曲面曲率分布曲面上的节点 第二步是基于所选的网格划分算法 进行网格离散化 那么对于节点分布 我们将使用Spacing AutoCFD 选择所有的特征线 鼠标中间确认 那么在弹出的窗口中 可以看到有两个选项卡 其中包含很多选项 我们将在后面的步骤中介绍它们 对于一个潦草的面网格 我们只需要定义最小和最大目标单元长度 如前所述 根据我们的测量 我们将使用最小长度2毫米 最大长度20毫米 也就OK 那么现在ANSA需要一些时间 来分配绿色特征线上的节点 网格划分的时间是不能有意进行编辑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实际所需要的时间 点点分布已经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 可以看到在高球率的地方 节点的排布是更细密一些 而在平坦的区域的话 节点的排布是更加的稀疏一些 我们现在继续进行第二个步骤 定义网格划分的算法 由于我们使用了CFD节点分配的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来使用CFD的这个网格划分算法 进行面单元的生成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ANSA能够生成任何类型的面网格 三角形 四边形 或者混合形 那么在本案例中 我们将使用三角形网格 网格的生成已经完毕 在左下角 我们可以看到 生成了大约70万个面网格 那么对于 这个数量的 面网格的话 ANSA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网格是很好的 但不是最完美的 我们的模型特征都被很好的捕捉 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CFD准确度 因此我们将进行另一次的运行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这个模型 首先可以被改进的地方是这个区域的网格流 因为在这个区域上有太多的特征线 限制了网格的生长 另一个可以被改进的区域是 尖角区域的节点分布 比如说 紫处 以及 这些区域的网格可以更加的密一些 另外呢 如前所述 在车翼和小翼的后缘上 最好有两排单元 另外呢 对于 车身 这一应用的最大 单元长度区域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测量 大概是20个 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 最大单元长度 在这个区域的话 也可以有一个更加细密的网格 那么我们现在去解决一下 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去解决一下 我们可以首先通过 Micro下的Simplify功能 来改进网格流 这个功能将移除 过度限制网格生长的 不必要的特征线 那么您可以通过 该功能的滑动条 来控制模型特征线 被简化的程度 我们保持这个默认50% 并且点击运行按钮 简化已经完成 那么可以看到 由于移除了许多的特征线 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分配 节点见据 此外呢 我们可以将最小和最大 单元长度减小到 百分之减小到1毫米和15毫米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切换到 第二个Features 选项卡 我们来到第一个 Special parameters 我们激活这个Special parameters 的处理方式 那么对于 锐边是2的区域的话 也就是convect区域 我们可以为它指定一个 最大目标长度为2毫米 你对于下部的这个 锐边为凹的这些区域的话 我们可以为它指定一个 最大目标长度4毫米 它两个特征可以不用激活 我们还可以将网格划分规则 应用于车翼的后缘 比如我们需要指定多少排单元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可以使用它的这个默认设置 两排单元的设置 点击OK 那么ANSA将再一次 为我们进行模型的节点分布 节点分布完成了 我们现在再一次 应用CFD网格化分算法 进行面网格的生成 好网格生成完毕 如果我们重新检查网格的话 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网格流得到了改善 比如在我们刚才这个 尖锐处的话 它的网格会根据我们刚才 所设置的2毫米和4毫米 相应的细化 以及对于我们的圈领区域的话 它会生成两排单元 另外在车身区域的网格 也会更加的密一些 如果我们需要对这个模型上额外的区域进行 网格细化的话 我们可以切换到dex下的 dex下来使用这个 模块下的sizebox功能 sizebox可以用于网格细化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new also 来进行我们这个sizebox 盒子创建 我们可以选择所需要的 micro error 那么NASA就会根据我们所选的这个micro error 来自动的生成我们的sizebox 点击OK 这时候我们可以来指定一下 这个sizebox的参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最大面单元长度 以及最大体单元长度 当我们定义完成了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mo功能 来对我们这个盒子进行一个形状的修改 我们可以通过紧激活 比如 方向 然后呢选择所需要移动的节点 然后中间确认后 就可以任意的拖动我们这个盒子 来进行变形 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也是同理 或者呢我们可以通 我们如果想要对这个盒子进行数值方向移动的话 我们可以勾选z这个方向 然后来选择相应的控制点 进行我们盒子的变形 当您对这个结果满意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OK 我们修改完这个盒子之后 需要重新分配我们的节点见据 另外呢如果检查我们的模型的话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proximity区域的问题 也就是非常狭窄的区域的这个区域 对于这些区域的话 我们在spacing功能中可以激活 以下这些选项 就是proximity refinement 对proximity区域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网格西化的动作 OK来进行功能的执行 进行面网格的划分 我们还是使用cfd这个网格划分算法 由于我们激活了proximity的网格西化的功能的设置 这个过程会更长一些 我们现在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的模型 可以看到包含在刚才创建的这个sizebox 区域内的模型得到了网格的西化 此外呢在轮胎和前翼子板之间的区域 也得到了西化 现在呢让我们把这个sizebox进行删除 让我们以一种更具一致性和自动化的方式 来重新开始网格划分的过程 我们还是去到这个openformdex下 使用delete功能来删除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sizebox 在此之前呢我们还需要通过移除上一步中的节点分布操作 以及任何简化操作来将面重置为初始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用户脚本按钮中的resetmicros 通过使用这个功能来把我们的模型还原到最初始的状态 好 接下来我们将使用批处理网格划分工具 也就是benchmatch工具来进行网格的自动划分 那么这一曲功能的话将提供自动化一致性和网格规格的一个可追溯性 我们将创建三个网格划分方案 对应于每个网格划分的过程 我们将从面网格划分方案开始 然后是边界层网格划分方案 最后是提网格划分方案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new来新建一个metering scenario 我们首先需要定义的是什么需要被网格划分 在这个content栏上进行双击 这个弹出的窗口里面就会包含数据库中所有可用的这个PID列表 我们可以通过创建过滤器来根据名称或者是ID号 或者通过选择所有来过滤出我们所需要的PID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所有 因为我们需要对所有的模型来进行网格划分 点击OK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content就变成了20 在每个网格划分方案里面都有一个默认的session 我们可以为任意一个scenario创建多个session 那么就可以将不同的网格设置于不同的应用于不同的PID上 我们现在来创建另外两个新的session 我们将第一个命名为car 第二个road 默认的session我们把它并名为domain 接下来我们需要填充每个session 否则呢我们所有的PID都会去到最后这个默认的session中 对于car这个session 我们双击它的content 点击new 就会自动的给我们创建出来一个car的这个filter 我们将创建不希望包含的PID名称的过去器 所以呢我们将使用名称中不包含 session session symmetry inlet outlet road 这四个PID 点击apply 那么赛转本体就将被全部选中 点击ok 在第二个session里面我们将也是使用过滤器的方式来绿出名字里面包含road的PID 点击apply 下一步呢是需要为我们每一个session来定义网格参数 这一步可以通过双击这个save the parameter来进行实现 因为我们这个车身的设置它是之前使用过的 那么我们这栏的话可以看到它会是1到15这个范围 可以不需要进行更改 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features的处理方式 我们激活一下这个trainning的识别以及处理 点击ok 那么对于路面的话 我们使用15作为最小的网格尺寸 300作为最大的网格尺寸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是 是否在整个模型或者是session 像之间来使用这个proximity区域的细化处理 那么在本例中我们将使用整个模型的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设置的这个car也是对于整个模型 来使用proximity的细化方式 最后呢对于domain这个session的话 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的proximity区域的细化处理 也不需要进行任何特征的处理 因此我们把这两个选项进行去勾选 那么对于特征栏的话也是 另外呢对于单元长度 我们将使用300作为最小和最大的单元长度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面网格的 批处理网格 划分的设置已经设置完毕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是需要创建sizebox 来进一步的进行广格西化 先所述我们的这个sizebox 是位于这个dex menu下 我们通过这个new also 来创建我们的sizebox 那么我们将创建三个sizebox 一个是位于车身底部 一个是位于尾流区域 另外一个用于downstream区域 我们也将修改他们的形状 来尽可能的匹配气流 我们先来创建第一个区域 我们把整个模型进行一个显示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区域的 接下来设置到表面单元长度 OK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mo功能 来对我们所创建的盒子进行一个变形 然后我们创建第二个盒子 设计一下参数 设计一下参数 也是可以通过mo这个群像来进行我们这个盒子的形状的调整 我们开始用这个盒子的调整 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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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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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将这个盒子下车的控制点 让它跟我们的路面有一个intercept 以保证我们这个sizebox是包 把这个路面包含在里面的 同样也是使用这个木功能 激活这个Y头的勾卷 感谢观看 这里还肉了两个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对已有的盒子来插入 控制点来进行切分 我们选择这两个边 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offset 比如我们选择 对后面这个面 比如offset100 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speed 我们选择这个点 就被切分完毕 我们选择下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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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OK这是创建出来的三个sizebox 我们可以对它的参数来进行一个调整 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到这个sizebox的list里面 对于第一个sizebox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的参数 给的更加小一些 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 或者是通过双击 也可以 对它的名字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这个参数的话 可以改变大一些 有一个区别 当我们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BenchMatch 点击运行 批处理网格划分现在已经完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每个session上都会有碳号或者是勾号 勾号表示我们的质量是满足我们的质量标准的 那么碳号表示的是 这一session里面仍然有off单元 或者存在未划分网格的面 我们来直观地检查一下我们的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把特征线来进行隐藏 以便更好的查看我们的模型 网格看上去是非常好的 可以看到在我们设置sizebox的区域得到了网格的细化 另外对于我们的proximity区域的话 也做得很好 得到了网格的细化 我们的sizebox区域可以看到跟周围区域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设置的参数的话也是一个游密到输的过程 我们现在切换到off单元来进行查看 可以看到只有一个off单元 我们可以对这个off单元进行show only 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它是有一个单元不满足我们的skewness 这个质量标准 对于此区域的改善方法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show mesh下的improve功能 来对这个区域进行improve 可以看到这个off单元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们将整个模型进行全显示 来保存一下我们画完面网格的这个模型 好当我们完成面网格之后 我们接下来可以进行编页层网格换方案的设置 为了正确的计算第一层编页层的高度 我们需要知道整个车身的长度 那么我们现在使用一下我们的测量工具 来测量一下这个车身的长度 整个车身的长度大概是1.6米 接下来呢 我们将在我们的p处理网格换工具里面 来新建一个编线层网格换方案 我们现在呢 再次使用一下我们的过滤器 我们将收集所有需要在其上生成 编线层的pid 我们来新建一个过滤器 使用的过滤的规则为 名字中不包含Inlet Outlet Initry 以及MFWars 点击Apply进行应用 接下来我们点击CFD Parameters 进行编线层编格参数的设置 那么在我们这个弹出的窗口中 可以看到有一个外加计算器 可以使用这一工具来计算第一层 编线层高度的估计值 我们输入相应的参数 可以看到对于本利 在车身长度大概为1.6米 以及目标外加值50的情况下 生成的第一层高度大概为一个毫米 另外呢 还有对总的边界层高度的估算 接下来我们来设置其他的参数 我们将第一层调整为Absolute 我们可以使用1.3 作为增长因子 6层边界层将从1毫米的高度 开始按照此增长因子进行高度的递增 我们还可以设置额外的两层 那么这两层的话将按照最后一层的长宽比规则 来进行生长 那么这就可以确保边界层和核心提网格之间的平滑过渡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ight Volume Representation的选项是默认激活的 这是在Answer中表示提网格的一种有效方法 它的速度很快 并且占用很少的内存 设置完成后 如果我们需要在某一些PID上生成具有不同参数的边界层 我们可以创建Layers Error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 对于边界层的话 我们只使用一个Session 但是可以使用多个Layers Error 我们将为路面来创建一个新的Layers Error 因为我们需要对路面来设置不同的参数 还是使用过滤器的方式 名字中包含路 请进Apply 我们再去到这个参数设置的窗口 第一层的话 我们可以设置为Aspect 也就是面网格长度的一个百分比 我们可以只生成四层边界层来减少单元数 不需要额外的边界层 接下来在BenchMesh工具中的最后一步为设置体网格划分方案 那么就是在边界层网格生成完毕后 对剩余的体积来进行网格划分 首先我们需要设置过滤器来指定哪一些需要进行体网格划分 我们将创建一个新的过滤器 并选择所有已经识别到的体来作为体网格划分 当我们点击Apply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旁边会出现一个对号 表示这个规则已经应用上 另外我们将创建两个Session 因为我们需要对风动以及MRF区域进行体网格划分 那我们来对这两个Session进行一下重命名 对于风动区域 为了识别风动区域的话 我们设置的过滤器的规则为 NthLargest等于1 那么这就意味着识别到的最大的体将为风动区域 对于MRF区域的话 我们的过滤器设置为 ShareProperty Contains MRF Internal 这表示我们的过滤器将选择与这个名为MRFInternal的SharePID相邻的所有的体 那么通过使用这一规则 风动将被过滤掉 因为与MRFInternal相邻的剩余体为轮网区域 如果我们要实现相同的效果的话 可以使用多种多样的过滤养具 点击OK 接下来我们来指定一下体网格参数 那么对于风动区域 我们使用的网格算法为HexaInterior 那么这是一种六面体网格占主导的网格划分算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Light Volume Repentation也是默认被激活的 然后我们生成的这个体网格的PID名字 它是默认的是Fluid 我们点击OK 对于MRF区域的话 我们使用我们将使用默认的这个TetraRapid算法 那么生成的这个PID的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下重命名 改为MRFluid 另外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默认的情况下 这个Fixed Violating Solid Element是激活状态的 这意味着当我们的网格划分完成时 BenchMesh会尝试修复任何有问题的单元 也就是根据我们设置的质量标准 当我们设置完成后 现在我们来运行这两个方案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运行过这个面网格划分方案 所以我们把这个复选框进行不勾选 点击Run来进行运行 现在我们的提网格已经生成完毕 我们可以通过左下角的这个list来查看到 当前大约有5300万个网格生成了 如果想观察模型内部的网格生成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CutPlan功能 我们新建一个随着于XO的CutPlan 通过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控制CutPlan的显示情况 看看我们的内容 看完毕 inhale 这一点点击车 让我们缩车前进行运行 对吧 对吧 不一感谢 我们马上下来 感谢观看 可以看到我们模型的内部是右边形网格 在连接到侧臂的过渡区域的话 会填充一些金字塔单元以及四面体单元 那么sizebox它的细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边缘层网格生成的非常的漂亮 并且呢它会与其余的铁网格有一个平滑的连接 另外边缘层在狭窄处的生长也是非常恰当 并且覆盖了所有需要覆盖的区域 比如说在这个区域的话 由于这是一个proximity区域 ANSA呢会自动的将我们这个边缘层的高度 进行一定程度的压缩 以满足这个区域边缘层乘数的要求 那么这个边缘层的网格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另外呢对于我们网格中的off单元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这个hidden按钮 或者是通过使用improve下的这个inspect功能 来进行激活 现在将cut plan进行关闭 通过使用这个功能键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 我们这个open form的case 那么设置的方法是在open form的这个deck下 我们通过点击accelery下的sowerinfo 来选择您需要设置的流体的种类 我们现在设置一个不可压缩流的case 我们当前支持到的open form的版本为8.0版本 那么我们使用的团流模型为k-omega-sst模型 我们现在只需要指定一下进口的pid 通过点击键盘上的f1键 或者是通过输入一个问号来进行选择 我们指定一下进口速度为40 总的迭代部署5000部 在mata里面需要保留的state的数量 以及使用多少个合数来进行计算 在右侧的话 我们需要定义一下计算利息数所需的这个workpid 选择所有的这个workpid 这样呢我们这整个open form case所需的参数就设置完毕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setup case 来进行这个case的设置 可以看到这个info窗口里面提示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设置好了 我们的open form case 我们点击退出这个功能 现在呢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车轮来设置移动参考系 但是呢我们首先需要来纠正一个错误 那么对于我们车轮凹槽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它设置为一个旋转参考系 我们先隐藏一些不需要的pid 我们先隐藏一些不需要的pid 我们现在计算数来关系 对于这个mf fluid的话 可以看到它是一个pid 对于左侧侧轮和右侧侧轮 我们打开这个pick按钮 可以看一下这个左侧和右侧 它是在一个pid里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将这个pid来把它拆分成两个pid 因为对于车轮的话 它是有一个车轮外倾角 那么我们新建出来的这两个pid的话 是对应于每一个车轮 因此我们在定义mf fluid的时候 需要定义两个独立的宣传轴 我们先把车轮凹槽部分的这些volume 来把它直显示出来 可以通过在volume下的list里面进行获得 我们通过在这个volume下点击设计 pid来兴建出两个不同的体的pid 我们下来点击设计 当定义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在PID卡片里面激活MFZones 激活完毕之后 我们需要输入这个旋转轴的圆点 以及旋转轴的坐标 还有角速度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事先创建好的四个辅助点来进行定义 我们点击 把这四个辅助点进行一下显示 那么我们还是通过N下F1 来直接在图形区里面进行点的选择 对于这个旋转轴的话 我们需要选择两个点 两个点确定一条轴 最后定义一下角速度 那么对于右侧的话 也是同样的定义的方法 在我们选择点的时候 它的顺序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选择的顺序将决定 我们这个车轮是沿着顺时针旋转 还是逆时针旋转 当我们定义完车轮的这个MFZone之后 我们需要为轮网以及轮胎 来定义这个MFZone之后 定义的方法 跟我们刚才定义的方法是一致的 首先呢 我们还是需要把这个车轮轮网 PID进行一个分离 我们先把这两个PID进行显示 我们先新建一个PID 我们先把这两个PID进行显示 先推出一下这个功能 我们再选择一次 确保选择的只是左侧的这个PID 指标中间确认 总理对于右侧 当我们新建完毕 新建完毕之后 我们指定一下 背影的这个PID列表里面的选项 这个指定的方法跟之前的是一样的 我们这里可以把这个PID 直显示出来 那就可能更快的进行一个定义 总理对于右侧的轮胎 轮胎的这个PID 定义完了 我们接下来为文网 以及盘式自动器 做相应的 就做相同的设置 我们还是把需要的这个PID 给显示出来 定义出来 这些我们可以拾好 嗯 这样 就是 就从来 创立 선 就只想装备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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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这个轮网的话 我们先选 我们选择一下setpid 从里对于右轮 以及对应的凡是这东西 我们先选择一下 好 设置完成后 我们也是需要为刚才 新建的这四个pid 来选择对应的 旋转中心 以及旋转轴 旋转中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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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感谢观看